一擊深遠的外野安打 讓手臂球員措手不及 太原國中順利拿下兩分得點 第五局 太原國中與花輪國中陷入激戰 最後太原國中靠著堅強的手臂與多次二雷安打突破僵局 成功拿下兩勝的戰績 成功晉級 而隊長謙虛的回應 還有很大的學習空間 心情是很亢奮 尤其是前面領先後面又落後 然後又把分數追平 然後再逆轉 心情真的很興奮 在這個比賽我希望能學習到一些別人球隊的優點 然後把我們自己球隊的缺點把它化為優點 除了安排各項賽程 圓棒鞋本次也邀請多位職棒選手 親自在賽後實際教學 調整 提供球員最立即的技術指導 本次賽事共有47支隊伍 其中包含32支國小少棒隊 及15支國中青少棒隊伍 500多位選手參賽 但理事長指出 偏鄉人口外移 學生人數不斷萎 連帶影響球隊的經營問題 而圓棒鞋仍會持續提供相關協助 支持基層棒球的發展 圓棒鞋能夠提供能夠幫忙的 我們會盡量做 也會跟政府來協調說 我們要幫助哪一個學校 學校 但人員方面其實不是我們可以幫得上忙 如果真的有需要 我們願意提出協助 來幫助有可能會面臨解散的球隊 圓棒鞋理事長也表示 未來將持續為偏鄉球隊服務 安排優秀職棒選手返鄉實隊進行教學 增加技能 提升小球員們在未來棒球生涯的發展機會 原則新聞 早到八幡電視 採訪報導 我會給你一個月頭 小球員 我們在這裡 我會讓他們